早安 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 书店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各位听众还在过年期间 今天我们跟您分享的单元 其实也很有意思 也许在假期里面您是在家里头的 不妨去找一些书或杂志来阅读 这一期的旅读杂志 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内容 而为什么要介绍这样的内容呢 事实上我跟大家预告一下 今天我们要谈的跟红楼梦有关 提到了红楼梦 各位一定会知道 只要上网去Google到红楼梦 接下来出现的就是 朱家伟老师的名字了 好今天我们就为您连线朱家伟老师 请他来为我们解说 这一期的旅读杂志里面 他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内容 老师您好 老师很好 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 是新年快乐 谢谢老师 老师过年嘛 我们在家里面也许如果不想出去走一走啊 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大家都留在家里面看书吧 书也很好啊 对 那今年啊 我们看到二月份的这个旅读杂志 跟大家介绍红楼梦 所以老师为什么要在过年的时候来聊红楼梦呢 因为整部书呢 大概就是从过年的时候开始啊 实际发现了一些现实人生的处境或者是困境啊 所以这部书呢 也可以说就是从一些过年的人物开始述索起 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有点蝴蝶效应的后续的现象 所以今天我们从红楼梦里面的过新年谈起 刚好呢 这个月份我们又在过年 聊新年的话题也很有趣 甲府是大户人家 这是大户人家过年 那可不简单呗 哎呀那说到重点了 他们光是发这个压岁钱啊 一盘的一盘一盘的送进来啊 这压岁钱呢 就是153两的金子 翻算成今天的话是上百万的钱 后面还有好几盘的丫鬟会端进来 所以这些光是准备这些压岁钱啊 就是不得了的一件事 另外来的问题 还有元宵节怎么过的问题 嗯 那过年这个他们的吃喝呢 当然不用说也是非常的繁琐咯 嗯对 这个过一个年啊 最主要的一等一的人物呢 王熙凤啊 嗯 就流产了 哦 我们也知道十二金差到后来呢 都是悲惨的结局 嗯嗯嗯嗯 后来就是身体不好 嗯 再来是因为个性太强啊 被休戚了 今天的话说呢 就是离婚了 嗯 所以这个都是从过年的时候啊 太忙太累 太逞强啊 因此的效应啊 是 所以我们应该要关照的是 《红楼梦》里面 很现实人生的这一部分 嗯 好 没关系 但是啊 今天我们要从 老师的这些解说里面 带大家了解家父 了解《红楼梦》 谈《红楼梦》啊 我们从这个人物的角度来切 应该是比较恰当的啊 对于一个人物啊 我是非常好奇 因为我从小学的时候 国中的时候 我们读这个课文啊 就常常读到刘姥姥这个人物 她进大观园啊 那真是这个非常活生生 很灵动的一个描述啊 老师啊 刘姥姥跟过年 在《红楼梦》里面 跟过年有关吗 哎 这个快要过年了 嗯 刘姥姥呢 是在乡村里头生活的 一个老太太 是 生活经验很丰富 可是呢 她也有年过不下去的时候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她的女婿叫王狗儿啊 嗯 在家老婆 骂小孩 嗯 因为失业了一段时间了 哦 生活很困苦 这个刘姥姥就想了一个办法 说你不是姓王吗 嗯 京城里面的四大家族啊 假使王靴的王家 跟你们家就有点联宗的关系 嗯 其实我今天走到社会上去 如果看到 哎呀 你名贵姓啊 跟我同姓啊 又同乡啊 或者是说 你以前在哪里服务啊 我教育部啊 我也在教育部待过一段时间了 哦 拉关系 签得上关系就好 对 签得上就好 嗯 有关系呢 就没关系 哈哈哈 王狗儿呢 他其实当年呢 和贾宝玉的母亲啊 王夫人的父亲 也就是宝玉的外公了 嗯 在同朝为官的时候呢 有偶然之间连过宗 嗯 你也哪里 哪里王家 我哪里王家 就连宗了 是 嗯 刘姥姥姥就是这么一个心思敏捷的人 于是呢 就进了贾府呢 去替他们呢 女婿打秋风 哎 借个钱来呢 好过年 嗯 嗯 可以免得呢 她女婿在家里面呢 撒气 打老婆呢 骂小孩 哦 那为了过年呢 年过不下去呢 就进了第一次进贾府 那她第一次进贾府的时候呢 呃 就 很有软囊羞涩 然后 呃 这个身上又贴了补丁 不好看 看到了当家的 做主的少奶奶王熙凤呢 觉得很自残行贿 就只是 嗯啊啊的 这个支支吾吾的 不敢开口 嗯 我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哈哈 所以她就说啦 你的意思我知道了 嗯 可是呢 这个 因为一方面是因为我 才刚刚接手管事 嗯 很多的老亲戚我不认识 嗯 第二呢 是因为你别看我们 这个大家族 烈烈轰轰的 嗯 呃 其实呢 大有大的难处 大家族有大家族的难处 我觉得这就是 《红楼梦》里面 写的精彩或厉害的地方 嗯 呃 对她不会片面的倒向 农村的 贫穷的人家 她也不会呢 呃 就是一面一位的 指责这个大户人家 这个猪门酒肉臭 嗯 其实呢 大有大的难处啊 贫穷有贫穷的困苦 是 她都知道了 说得很委婉啊 对 大有大的难处 说出来啊 别人都不相信 我们也不相信 可是我们看多了《红楼梦》之后 就会发现 确实他们有他们困苦的地方 嗯 不过她呢 也很连老习贫 因为王夫人有交代 所以她就说 因为既然呢 你老远来了 又是头一次呢 见我张口 第一次跟我张口 嗯 为什么好 叫你空着回去呢 呃 就张模作样了 可惜 我手上没有现银的 嗯 同时也有 就昨儿呢 太太呢 给我的丫鬟们呢 做衣裳呢 赏了我二十两银子 啊 我刚好有这么一点 不多不少 因为是趁着这个 趁一趁 如果有人来跟你借钱 如果有人来跟志平借钱的话 这个我们要看一看对方 对 对方 如果他还不起的话 我们就多借 对 对 就变一变他的分量 嗯 嗯 那二十两是刚刚好 就是就就一个 穷苦的乡下老太太来说 嗯 通过我的分量说 这二十两银子 要给丫鬟们做衣裳 我还没动呢 嗯 呃 您要是不拿的话 这就是嫌少了 就是生我的气了 嗯 嗯 我姥姥呢 听说了以后啊 原本以为 大有大的难处 那就是没有了 啊 可是后来呢 又听说有二十两银子啊 这曹姐姐姐就说 她洗得浑身 发扬 开心的哦 人生都停不下来 嗯 写得蛮粗鲁的 就是了 那接下来就是一句名言了 嗯 姥姥说呀 嗯 我也知道 大家都艰难 嗯 有话说了 瘦子的骆驼比马大 哈哈哈哈 您他怎样 您老 拔根寒毛 比我们的腰还粗嘞 嗯 哈哈哈哈 现在那些 周瑞家的那些管家们 就 就叫她 不要讲这么粗饼话 嗯 所以呢 这会儿呢 刘姥姥呢 在过年前就借到了 二十两银子 哦 这个 其实是当时啊 呃 一户人家 如果四五口之家 可以过上一年 或者是说呢 嗯 可以开个店铺 做个小买卖 这样子的 嗯 哇 这个过年呢 他先写 因为这个 回目呢 回溯在第六回 很早 嗯嗯嗯 但是呢 看起来是 《红楼梦》里面 第一个过新年 他就写了一个 啊 小户人家啊 一个年过不下去的景象啊 嗯 说明了当时 康熙雍正 到乾隆年间啊 这样一个盛世啊 普遍农村里面的 一个困苦的现象 哦 原来如此 哎 老师啊 我们虽然 读这个 《红楼梦》啊 读到 刘姥姥这个 人物的一些描述 但是 经过老师 刚刚用 非常浅显 而且非常活泼生动的 这个语句叙述出来 我仿佛又回到 重新那个记忆里面 好鲜活耶 谢谢 哦 这一次 计划或制作这个主题 嗯 其实有点呼应 现在疫情的关系啊 古片各行各业 有点萧条 大家的年关呢 有一点过不下去 但是我们要看看 三百年前 在曹雪芹写作的笔下 嗯 上流社会跟 那个一般的平民啊 中下阶层啊 其实也都 各有各的难处 嗯 其实过年就是这样子嘛 只有小孩子觉得开心啊 哈哈 大人有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 这还算好的 还有很多的 呃 就是支出啊 这个要计算一下开销啊 这些问题 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 在杂志里面的一个标题说啊 过年是经济问题 也是人际问题 人际关系 嗯 是 哦 这个标题太好了 我们待会一定要把这个标题写下来 告诉我们的听众 而且在疫情之下 想必是更有感触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制品呢 为您访问的是朱家文老师 我们请朱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 旅读杂志二月号的主题 其实就是红楼梦 而提到了红楼梦呢 当然我们要请专家来为我们解说了 朱老师 带我们从过年这个角度呢 分析红楼梦里面的诸多人物啊 呃 在遇到过年这个情节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去描述的 对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刘姥姥 接下来啊 我想这个 这个人物可能一般的听众会比较陌生啊 老师啊 为什么我们要来聊黑山村的呃 乌庄头 这个人啊 他就是村庄里面的庄头 嗯 村长 他的名字叫乌静孝 就是进步的静 孝顺的孝 他就是要租税的 甲府是大户人家 也是地主 那我们来看一看 紧一个村庄里面的村长 他来向地主缴租税 他缴了什么东西 那缴租税就是快过年了 对 已经呢 就是年关将近的时候 地主要收租税的时候的情况 嗯 他怎么说呢 呃 下人说啊 大喜大吉 荣贵平安 家官进入 万事如亦 那这个 雅千和就说了 张家人 有点意思 文法不通 但是呢 咱们就炒个吉利罢了 然后接下来 就是一个长长的租税单 大家都不相信 我不能念完 就念一个开头就好了 大路三十只 梅花路那个路啊 张子五十只 桃子五十只 仙猪二十个汤羊 二十个 龙猪二十个 野猪二十个 加腊猪二十个 野羊二十个 光是这个猪羊 然后还有寻黄鱼 还有各色的鱼 还有活的鸡鸭鹅二百只 另外还有风鸡鸭鹅二百只 野鸡兔子二百对 熊掌二十对 鹿鲸二十斤 海参啊 鹿蛇啊 牛蛇啊 还有很多的甘果 松子啊 陶人啊 性子啊等等 大队的虾有五十对 还有干虾啊 还有他们冬天要生炭火炭盆的银霜炭 这名字很美 银霜炭 上等的银霜炭一千斤 中等的炭呢 是二千斤 财炭呢 就下门下人门烧的炭呢 是三万斤 皇帝吃的那种玉田腌枝米啊 我们说玉饭团的玉嘛 点的腌枝米 为什么腌枝米呢 女人脸上擦的腌枝啊 是紫米的意思 这种上好的玉田腌枝米呢 二蛋 然后另外还有碧金米呢 白糯米呢 等等的 都是这个上百糊的 各色杂粮啊 下人用的常用米呢 一千斤 还有干菜呢 还有各式样针口 这些刚刚讲的那些鹿啊 猪啊 羊啊 鸡啊 鸭鹅等等 都是活生生赶着来的 哇 好 那然后呢 他还记得哦 孝敬呢 贾宝玉等等 门下的哥儿姐儿门啊 的一顿呢 有活鹿两对 哇 里面会养一些小动物 就是这样子 梅花鹿跑来跑去的 嗯 活白兔 那对 有黑兔子四对 有那种 有人把那个漂亮的鸡 当成宠物吧 嗯 活颈鸡两对 西洋鸭两对 这不吃的 吃了就是暴天天雾了 这是给公子哥们跟小姐们玩的 嗯 然后呢 最重要的就是呢 得献鸣 二千五百两 哦 那我们就说 不得了啦 你一个家父 东府 东府有七八个庄子 然后一个庄子呢 现了租税就这样子 贾宝就命人把他拉起来 然后他就跪着禀告着 哦 对 把他拉起来 拉起来的时候就说了 不错啊 你还蛮硬朗的啊 还拖爷的福 我还走着动 哇 你不是大了吗 叫他们来走啊 不满爷说 小的们走惯了 不来的话也闷得慌 他们都愿意来 见见天子脚下的世面 但是到底年轻 怕路上有闪失 再过几年 我就放心了 哦 那这些猪穗呢 走了多久才敢 鸡鸭鹅嘛 嗯嗯 走了几日呢 他说 回爷的话 今年雪下的太大 外头的雪都有四五尺深了 大陆有一次去北欧啊 嗯 都倒膝盖 踩下去再拔起来 哇 那个人非常健身 所以我也能够体会 他说雪下的很深 嗯 然后前一日呢 前日啊 突然呢 太阳出来了 就化了 嗯 那不是很滑吗 是 对 路上难走得很 所以我耽误了几日 我赶这些租税来 总共走了一个月 零两天 哇 老先生啊 非常辛苦 因为日子有限 我怕野心交 很焦急 我可不就赶着来了吗 哎呀 这话说的好漂亮啊 对对对 那么 吴静孝呢 因为觉得 贾珍那个 这个不满意嘛 因为贾珍说了 我说你怎么今儿才来啊 我刚看了您的单子上 你这个老货 你又来跟我打擂台了 真真叫我别过年了 就这么一点点 够我做什么 是吗 吴静孝已经想好台词了 嗯 他就说 回忆也说 今年年成实在不好 三月下雨 一直下到八月 嗯 竟然没有一日啊 一连勤过五日的 没有天勤超过五天的 就这样 下了一个晚大的冰雹 我以前有在大陆呢 遇到过下冰雹 Kitty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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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ty 就是那个大块冰块掉下来 嗯 到晚大这么大 所以附近方圆 一千三百里地 连人并牲口并粮食 打上了成千上万 所以才想 小的不敢撒谎 你看看过年前呢 真是不容易 真是不容易 这些小人物啊 要感觉过年啊 每一个都是伤痛食 嗯 对 我觉得最近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呢 也都是咬紧牙关 嗯 非常辛苦的在过日子 是 所以呢 这一期的旅读杂志 有一部分的情节呢 就为大家带一些细节 嗯 小人物的甘苦谈 嗯 哦 所以 吴静孝的呢 讲话呢 呃 很俏皮 但是他背后透显的就是 啊 我常都觉得是 中国的盛世之一 康贤盛世啊 嗯 既然他们过的是这样的日子 也很心酸 是 老师您刚刚说的那一 那一个名单里面 那么一长串的名单啊 对 您知道您刚刚在描述的时候 我脑海里头出现一个 一个画面 假定说啊 这有两个相声演员啊 就在台上这个 说这一段的话 那可是非常精彩呢 可以来表演一下 好 呃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呢 呃 志平真的是 呃 开了眼界 开了耳界了 哈哈 我们请朱家文老师 在节目中 跟我们说说 红楼梦 呃 疫情紧张嘛 呃 如果说过年的时候 大家不打算在外头 呃 到处旅游的话 事实上也可以买这个旅读杂志来读一读 正好这一期的旅读杂志啊 介绍的是红楼梦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朱家文老师 在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啊 哎 嗯 红楼梦里头 其实有很多很棒的内容的 也都跟过年有关 其实他不太需要 呃 就是从头开始读 嗯嗯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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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到某一回呢 就进入到生活中的情境 是 对 就能够呢 跟着他们一起生活 一起呼吸 过着春夏秋冬的日子 嗯 大家不要太受限于说 哎呀 这么大一本书啊 我什么时候才读得完 是 呃 呃 闭着眼睛 翻开音页就开始看 都很好看的 哎 这是专家告诉我们的呦 哎 那老师 最后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 我们来看这个人物吧 其实我在过去啊 看这个片片段段的读 《红楼梦》的时候 其实我对这个人物 蛮有兴趣的 元春 对 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来聊元春呢 假元春呢 他是在第十七十八回的时候呢 嗯 回府省亲 好 呃 一般而言呢 贵妃啊 不太可能会回家省亲 自古以来只有一个杨贵妃 嗯 跟唐明皇呢 生气吵架的时候 就回娘家了 这个在《拜关野史》里头有记载 那么曹雪芹呢 刻意的去写 呃 他们家的贵妃呢 呃 或者是说 原本在现实生活中 是一个福建 哈 他也回家省亲呢 这个大概就是为了 要呃 隐藏 他们曾经接驾的事实 嗯 嗯 对 第六下江南呢 有四次 直接住在曹府 嗯 直接住在家 他想要炫一下 呃 秀一下 他们家有这个接驾的历史 就写了这么样一个故事 嗯 那我们在这一集的旅读杂志里面呢 呃 也为大家呢 呃 说明了就是 袁飞娘娘呢 呃 醒亲回家 回宫之后呢 呢 就做了很多灯迷 哈 跟他的兄弟姐妹们呢 呢 书信往返啊 就换成今天的话说呢 就是赖过来赖过去的哈 就是 我问你一个灯迷哈 你回答了 我在 你再出一个灯迷给我哈 嗯 就表示说 啊 那一天下午回家很快乐 然后也希望能够跟家人呢 继续的保持这样的联系 啊 所以呢 他们就做了很多灯迷 我们在这一集的杂志里面呢 呢 有把这些灯迷都呃 呃 秀出来 然后大家也顺便去猜猜看 看猜不猜得到 那迷底呢 我们会放在下面哈 你比较底下小字的地方 大家先猜猜看 再来看一下答案 对 那另外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一集呢 有提到各式各样的花灯 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呢 据说呢 平溪王呢 吴三桂的女婿 就住在 著名的苏州的卓正园 嗯 当时呢 过了一个元宵节啊 他买了许许多多的 玻璃的大挂灯 那个时候 中国人烧玻璃的技术 还不是那么好 所以呢 我们判断很多的 大面的镜子 或者是玻璃窗 或者是这种大的 那种水晶吊灯 都是欧洲进口的 所以那叫富可敌国 很有钱啊 才能够挂 除此之外呢 大内也挂 玻璃吊灯 东西两宫啊 还有一些 皇亲国戚啊 文武百官啊 家里面啊 贵重华丽的不得了 这水晶大吊灯呢 就从国外呢 这样子 一波一波的进口 再加上呢 中国人觉得呢 占不过瘾 还要把 苏杭一带的丝绸啊 做的流苏啊 再挂上去 因为中西河壁 你下来之后呢 从宫廷呢 依照贵族人家们 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在元宵节的时候 那个灯火辉煌啊 实在是非常的华丽啊 很璀璨 可能我们今天元宵节啊 还比不上那个时候 价值的连城啊 因为每一架的水晶灯啊 可能呢 都要好几百两文银啊 换成米架的话 可以买一百淡的白米 一盏灯 哇 贾府呢 也不遑多让 在《红楼梦》里面 我们写到 小说文本里面 有两次写到元宵节嘛 每次呢 窗帘上面呢 都挂来了 彩碎的宫灯 沿着油廊的内外 有羊角灯 有玻璃灯 有戳纱灯 有丝织的各种灯 这些灯呢 都非常华丽 秀气啊 有一种灯叫羊角灯 羊头上那个角啊 是 抵下来之后呢 把它融化掉 应该是高温 融化了以后呢 再做到模子里面去 通常他们都做成了 一个圆形的灯 这种圆形的羊角灯 看起来很像一颗月亮 或者是哪一台啊 就像珍珠项链一样 一种朦朦胧胧的美 那他们为什么会发明 这种羊角灯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 紫灯笼呢 在下雨天跟下雪的时候 会潮湿 哦 对 所以就有这个羊角灯啊 林黛玉他们都有 下雨天下雪天的时候 就拿这个灯啊 嗯 对 这个如果失手了 也不至于打破 玻璃的话有可能 打破了 很可惜 失手也不至于打破 所以我们在 《红楼梦》里面看到 常常出现羊角灯啊 就是这么来的 灯罩上呢 有一些华丽的灯啊 上面还刺绣 还绘画 这个都是将豪门 贵妻啊 门庭照耀的一派 富丽堂皇啊 显现出来 嗯 最遮华的大吊灯 上面还坠满了珍珠 你可以想象吗 这多漂亮啊 我们刚刚提到了 两位非常悲苦的人 一个是刘姥姥 嗯 一个是乌镜笑 那我们也看一看 其实在当时的贵族之家的 华丽的风气底下 也有展现出 他们在元宵节的时候 赏灯的一个气派的景象 所以呢 贵族有贵族人家的 过日子的方式 贫穷有贫穷人家的 生活的处境啊 这个都在《红楼梦》里面呢 能够看得到 这就是大作家草雪 其实很伟大的地方 它不是只有关照到 有钱人家的生活 嗯 真的真的 呃 经过老师的解说 其实我们对于 很多《红楼梦》的这些细节 也许过去年轻的时候 我们小时候读它的时候 觉得 我们就是看一个盛况而已 可是呢 如今啊 老师用不同的角度 为我们来解说 特别是加上了疫情 这样一个不同的考量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 下时间会觉得说 哇 原来啊 这感触是更多的啊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 可以的话 诶 不光是看旅读哦 《红楼梦》也打开来看一看 好不好 对 读文也打开来看一看 对 好像 一定会过一个好年 没错 没错 就好像老师刚刚说的 也不用在意说 一定要从头开始读 断了又什么样呢 啊 随便打开一页 都是一个故事啊 对 就记录他们的生活 跟他们一块 实意住行 吃穿用度就可以了 太好了 所以呢 千万不要错过 也欢迎各位听众 如果您读了《红楼梦》 有什么情节 欢迎你跟志平啊 还有跟朱老师 一块来分享啊 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 朱家文老师 接受我们的访问 老师也要祝您 新年快乐哦 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谢谢老师 拜拜 拜拜 拜拜